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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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 平安 這一節是他在說台灣歷史 我們台灣歷史 過去 台灣人沒有在寫 都是外偽的人寫 寫他 他們的姿勢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對 所以自己去研究台灣歷史 從荒蘭時代 寫到國民黨時代 都有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有超過一百萬二的台灣歷史 你可以去看 不用錢 但是我也有印字出來 今天你說到第十集 日本時代說到第十集 剛才會稍微讓你知道一下 一百九五年 這個 北白川公能久秦皇 登陸的歐隊 登陸歐隊 歐隊應該有三贏的青軍 不發一彈 不發一彈 也不做抵抗 整個都鬧炮 鬧炮去哪裡呢 去台北山 官兵變強盜 全在手夾 官兵變強盜 手夾 台北山歡迎 立軍這個 為台北山 走去後 去到三夾 就突出台灣人到台 所以日本人 從台北走到台南 花六個月的時間 六九 日本有最先進的武器 台灣都是德國道菜 這樣下去才會拉 也拉到差不多六個月 那為這個 這個到台南後 他認為全台灣都通人了 其實是要賣 還算下去就是 我們台灣人 有出幾個民族英雄 北部乾台塞 他很大 跟塞一樣 乾台塞 中部乾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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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一個 鐵國山 乾台塞 南部林蕭鳥 這三個也很困難 日本人 經濟之後 頭前六個月很難 還搔下去 七年也難過 還搔下去 還搔下去 就是有十四年的 那個 各種的棋棋 十四年裡面 各種的棋棋 來搔日本人 十四年多之後 現在今天 十四年多之後 我們台灣人是怎麼處理 台灣人覺得有那麼好看 大家都在罵台灣人 我在黑路台灣人 我寫這份子叫做 唯大的台灣人 台灣人在哪裡唯大 自己看 了解 這個 這個 這個一九二八 那時候 背景要稍微再說一下 蘇吾列寧結明成功 一九一千年 民國六年 民國六年 一九一七 革命成功 一九一九年 設立一個 叫做第三國際 什麼叫做第三國際 列寧認為 這個共產黨很好 不說很好 期待全世界大家都來 共產黨 所以 他設立兩個大學 在莫斯科 一個叫做 東方勞動者大學 一個叫做孫義仙大學 在訓練 外國人 台灣人 台灣人有 射殺風 林木孫 頂頂的人 也走到莫斯科 去收分 這後面 我們都說得對 去收分 回來 現在 如果 香港人 在香港 找到 這 這 差不多 一九二百年 那個時間 稍微 從莫斯科 回來 不是回來 直接來台灣 是去 上海 那時候上海是 各國租界的所在 所以上海最自由 在上海 万岁四驚是什么意思 上海狡仙人 在上海 狡仙人的国王 在上海找他 突然死去 韩国人说 因为这是日本的医生抹杀 所以有万岁四驚 那时候贯彻台湾和狡仙的独立 如果要说法独立 我们都说台独联盟 他们驚不到办公 现在就来看 他驚不到办公 这个驚不到出去 只有法独立 怎么驚不到出去 因为 你让一个地方 你如果要独立 你要把这个当权者去刺 包括美国 美国怎么有法独立 美国说我的兵贼用 和英国兵打牌 英国也不是瞎子 英国还可以第二次派兵第三次派兵 给你打打给你 但是美国那时候有受到法国的帮忙 法国就抢声 你如果不再派兵下去 我就在海上决斗 所以美国怎么有法独立 你不要想说 独立就是说这样发送的就好 都没那么简单 包括最近在亚洲有东地人有独立 东地人都要独立的时候 印尼的军队就去练 就要压制 要压制 但是东地人受到澳洲的帮忙 才有法度成功 我们今天在这段历史 你自己要知道 自己一个是没法度 要团结力量 我们秘书长在说的方法 是革命 是救台湾的方法 不用直接说独立 但是到了有一段时间 你就会必须独立了 不要现在在法 现在在法 法敢会送 我就不相信 法不成功的 法会成功的问题 可以变得不成功 这是上海的事情 上海的台湾学生特资会 就是协力节的特资会 就是座牌的台湾人 台湾人那时候开始接触共産主义 日本人比较自由 共産主义 你如果抓到一个共産主义 不是跟你槍斃的 跟你拱一年 两个月 最多三年 就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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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不然就是槍斃的 有三个十年 这是中国 日本人抓到黄河器 这是基山人 钢水店 中秋人 但美国 但粗皮 日本人 日本在法租界里面 发建台湾共産党 秘密文件 要抓一些人 下山洪就抓去 下山洪就抓去 下山洪是中华 中华人 用金钻 硬硬 日本人抓到这些罪犯 日本人 他是怎么处理 你是台湾人 把你送去台湾 给你受审 不是说 就地 他就给你受审 这些人就 送回台湾 送回台湾 因为 下山洪 黄河器 罪证不足 释放 所以说 虽然你是共産党 但是罪证不足 把你投放 尤其小山洪 有一个女人 所以 我根本就 给你回来了 所以小山洪 是在上海那边 那边抓去 但是 到回台湾 必须自由 即興 那 这个 在上海的 台湾 核生肺 这个 我们 被抓去的人 判情如下 是 佑金钻 三年 張茂娘 两年 六个 还有两年 两年 六个 还有一年 但粗败 就是共産党 不好 但是也不值得杀 还没有枪毙的地位 所以日本 那又是公領館的地方 就知道了 这个 这里 这里 还有一个 要注意的人 的姓名 叫做蔡孝乾 洪朝宗 买到 这些都回到台湾 那又有 共産党要建立 不是只说在台湾建立 它在上海建立 那在東京也建立 台湾共産党 東京特別支部 成立于 溃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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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洪 去索联莫斯科 修憤 第一九二六年 在東京成立 台湾新文化協会 那 有叫一些台湾人来的 陈奈旺 回到東京 臂密聯絡 台湾學術研究社 的同志 在成立台湾 在日本的中心 這就是 我們台湾人 各人都發揮自己的思想 這 這種事情 大家要知道 聽說 在東京成立 台灣共産党 東京特別支部 所以在東京成立 台灣共産党 從臺灣學習研究會跟東京臺灣青年會 由日共改變為臺共的外圍組織 這個臺灣的共產黨是受 基本上是受日本共產黨的結智 他的經費的臺灣 由日本共產黨拿來 但是這個路線不對 現在說一個日本共產黨的人 叫做渡邊政治府 他要達成台中的組織和華東來到臺灣 他請禮拜年10個村落 由上海桌五百元到華南港時 讓華南建設懷疑 因為他的行李生活說下的名字跟他母的名字不一樣 所以建設就買了一個領域 討伴 華南買頭 這個渡邊政治府就給他檢察拍戲 檢察拍戲 就是檢察就包來 所以他就自殺 那時候才29歲 這就是他人的貴人的買頭 這個時候的貴人買頭 那個時候的貴人買頭 就是支持台中的人 但是死的貴人 日本建設發動水力大逮捕 日本建設怎麼抓人 他看你這個人 有奇怪 好像共產黨 就沒說水力 你去找誰 誰人來找你 這樣 經濟兩三個月四五個月 做一群 撞了 中國建設不是 你這個共產黨給你撞 幫你撞 當然日本的制度比較好 所以都把日共在日本潰滅 這個台灣共產黨 今天差不多都在說共產黨的事 台灣共產黨 設立一個中央機構 謝莎宏 他定居在台中 他了解 朵尼東 abuse 蔡孝前 紅潮宗 潘親信 朵蓬 所以台郎有名無實 所以他為 決心 由頭做起台湾建黨 這是謝莎宏的建黨 所以夏丞翁一生就沉一支文化協会 与人民组合接触 文化協会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一堆有地色的特资人 成立文化協会 文化協会对抗日本 但是这个文化協会的后期 变成共产党的一期 这些在公布的地方就比较少 看不出 从来到来的华党 三个上海四驢 放去共产党的蔡孝贤 侯朝宗 临日纠在6月20日到丞翁台共 东京特别支部辅迹人 陈莱旺接触后 才知道立共遭受315大逮捕 315大逮捕就是我说的 自己扔到一条 815大逎一路 315大逮捕都是 精英尽失 所以立共无人 因讯全无 central begitu 日本建材比較厲害 一聲就把你撞掉了 撞掉了 林木孫是跟小山王搭上去莫斯科的 接受到日共中央再次的指示 還要台灣工作 這個都來擋中央 就是共產黨的黨內的中央 中央的時候 提升小山王做中央委員 創浩乾 洪朝中 潘清信 謝玉 葉 開除黨籍 蔡孝乾這個人要注意 這個人參加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什麼叫做兩萬五千里長征 有人知道嗎 有看動作是因為 像這個 那我夠以後打開 一千人走 對 走路 走路啦 走路叫做長征 這是中國文字裡會的欣賞 兩萬五千里長征 就是喔 希望走到這樣 兩萬五千里 對 對 這個蔡孝乾是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OK 還要再換下去 這個條政中央委員 林日高做書記長 庄春火做運動部長 勞工運動部長 所以這三個人 林日高 庄春火和蔡孝乾 三個人走進 台共島內黨中央 這黨中央是三個人來進行 這就是林日高 這就是林日高 這個 這張帽子 叫做四角帽子 當時日本大學生 都要在這個四角帽子 所以說這個大學生 現在說另外一個人 楊克培 他是中華人 在日本 日本 日本大學政治科 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叫二千年到中國 投身在武漢政府的工農部 學部 加入共產黨 楊克培 後來回台灣 接受小帽子的邀請 加入台灣共產黨 畫面 一九二百年到 Гос三 和財衣學 找到幾十三遍 都都有聚會十三遍 和共產教育 和農民組合 組合當剪輯 剪輯 剪輯 剪輯是誰人 剪輯的兒子 現在帶王英勤的女兒 成立一個電腦公司 好像不是HTC的 兩位還有一間 這是甘劍 夏山峰在臺灣的情形 他說一個政府意識的東西 意識到自己是羅勒的地位 魚之鬥爭是革命家 自己知道我現在正在做羅勒 這是革命家 要跟他唱 這是革命家 無意識自己的羅勒地位 過著默默無言 混混惡惡惡的生活 是十足的羅勒 自己在做羅勒 都不知道 一字一字一字去過 這是十足的奴隸 丁丁樂到底讚美奴隸生活 對諸人感激不盡的是奴才 是無恥之徒 這是十足的奴隸 第三種就是說 這個 說羅勒主對他的 什麼多好都多好 剛才剛才說 討論外長 就是大概是這一類的人物 吳伯兄 他們 他們阿伯 我覺得原本身有多好です 他現在是去霸道 那就是 天主部 .我們今天節目 武器 丁丁樂 到底讚美奴隸的生活 對諸人感激不盡的是奴才 是母替子 那要擴張共產黨的屬性要怎麼把它刷出去 射刷房和洋客賣 建立組織 在一九二八二十二的設立 在太平地里定木 現在園民北樓一段 還是在中尉水的文化主局的隊員 就是現在園民北樓一段 這個文化協會跟農民做法 這個共產黨的手就蹭下去了 這個時間也有留性來參加共產黨 檢視鵝 檢視鵝是一個高中的學生 這個大共町外黨的時候 他去參加 跟他說得對 學校的老師說 你這個女孩子 就要開刀 開刀他轉身 轉到一個共產黨 這是檢視鵝 這女鬥士經常聚會 楊客賣跟射刷房 專心參加各種的左翼運動 兩個單身漢培養出赤色革命的感情 其實射刷房不是單身漢 射刷房 射刷房 母世紀的時候 他賣給人做睡衣 這個 該賣的人 假賣的人 來找他去檢視鵝 由檢視鵝去上海 所以他自己本身改名 改字叫小燒房 因為 長著青了 蝶細的電腦 這個紅色 是鐵鼠的紅色 所以他就改名叫小燒房 小燒房 小燒房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領物 他常常去台中 在文化協會的本部 跟農民組合的本部 做共產黨的台事 和台灣 由非法的台灣共產黨 由地下和黨 變成這個地面上 他寄生 寄生就是 寄生在文化協會的農民組合 他們的和黨的學校 其實 這個頭已經換成共產黨了 農民組合 拿出青年母父母 就叫這個母三的組織 他叫禮本尼佩的農民組合 台中中央委員 甘叫侯曹宗 侯曹宗 侯曹宗好像要去做 中華文行的 黨史上 他叫禮本尼 交的小燒房 把這個組織 通過支持台灣共產黨案 小燒房很厲害 套家農民組織 親共在 10年12月 召開農民組合第一次 全土台會 爭取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這對小燒房一手一手在沈黎 他沈黎農業部門 這對小燒房一手在沈黎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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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黎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大共中央在國際職業討論 局勢和重新分配工作 重新分配工作 第一名就是中央委員 減玄山山山部長殺手 専交部長 中央委員減勞動部長張春臂 又是沈黎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互相對手 農民組合的領土館 各的領土館 國內領土館 所以这个文化协会的领导馆 落一支台湾共产党 都来党中央的手 文化协会是什么样的协会 文化协会就是第一个跟台湾人说 你们要角色起来 你们要怎么自己做老板 bung上 корп sl Im双 与的演讲会有多好多 算多好多 所以夏萨洋有很多 统计有17个造型所在休息 glow 给 energy analyzing台湾影响下活动 共产党开始有都是厉害 有十幾個單位 社群的王跟台宮的工作擴大 這個工匯的部份 王萬町付席 農民組合 中工 甘劫 高雄政府 徵修 付席 工匯 甦薪 來付席 文化博的一求禮拜年 不求就成立這個台南支部 所以文化博一舉一動 所以文化博的幕後老闆就成功了解 這次文化博一舉五年成立高沙青年會 高沙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台灣的青年會 高沙 蔡世古陳琦擔任會長 陳琦這個 這個是做到中華運行的總經理 要去國民黨來台市 推進台灣民族自覺的主義實踐活動 所以他們很努力推電共產黨 這就是董事的刊物 台灣青年 發行人蔡培佛 蔡培佛就是跟林憲童到底的人 創白費 他講李英尼 他講台灣中毒 修小石穿植 小石穿植 那個植物園招待台灣留學生 但是台灣留學生 不容易去 對總統府壓迫台灣人的言論自由 不願意 任務生 任務生這個人也是很重要 他是出現的台南的基督教 中路教育的家庭中 高雄館東港頂郎 29歲那年 畢竟要 東京帶來哲學士 回來台灣後 他在台南中路教育做教部長之職 之職 1929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做台灣大學無人的議長 1947年 二月八十年中 遺生死命 因為國民黨就是 不是說跟你打三年就改過來 就是跟你搶傘 這個很優秀的任務生 是保持學位 也是叫台式 這就是任務生 年輕的時候 會唱片 那個時候 有沒有採摯的唱片 都黑白了 剛才我們有說 列寧 他年度 15 在共產主義下 結明成功 一九一七年 所以 幾兩年後 一九一九年 創立 第三國際 第三國民主義 在美國 將共產主義向世界輸出 這個很厲害 他覺得這個主義好 所以我們就來輸出 叫人來訓練 訓練之後 回去你們的國家 我錢給你 穿給你 都要跟你招待 所以 一生而已 這個 全世界 有十幾個國家 變成共產國家 中國 中國 他也會不會記 鎖聯 也創一支手來中國 鎖聯 創一支手 中國 創到哪裡 創到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就是鎖聯 拿錢出來 拿武器 還減 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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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北伐 民國十七年北伐 這個 其他中國兵 看到 你這個鎖聯 的武器 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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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怕 一生為廣州 就走到 走到上海去 就是鎖聯 是校長的 這個時候 東北 張鎖聯 抑制 就是說 他的鎖 哇 國民黨的鎖 就是說 自己導航 所以全國統一 第三國際的厲害 就是第三國際的厲害 就是這隻 一生就把這個國家抑制 但是 這次就是 把雲林黨做修林台 抑制 抑制 之後 做一個動作 叫做清黨 清黨就是說 不可以有共產黨 你如果共產黨 我會怎樣 打死 打死 所以共產黨 也不是那樣 近處 可以讓你消滅 他有理論做基礎 只有我們現在 林鋒書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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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我們實在很強 實在很強 沒有一個國家 要做民族獨立 會讓 這個法律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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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林鋒書 做這個台灣民進府 這是世界沒有的 現在成功的時候 有人唱歌 來 搶一杯 搶一杯水 搶一杯 搶一杯羹 要來 要來奔 這 跟世界各國 都有這種事 台灣留學生 跟世界各國的 學習民各國的 心理一樣 因為 漸漸轉向 以階級鬥爭 革命手段 來 改放 民族的 故鄉 台灣 所以 當時 當時 我們台灣的時候 都有一杯 共產黨的人 開始 散布這個 怎麼樣做 會成功 日本政府 當然知道 這個 無政府做進 阿阿 阿 他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訴訟 所以讓日本政府 嚴令禁止 日本人 既然對自己的 動包 禁止 當然 市民對台灣 有些人 也會 禁止 但是 台灣 台灣的地下混濁 為了 世間自己的 有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 去奮鬥 起生死命 也要做 這個就是列寧 這是廣山主義的擴張者 一百四千年 四個二十年 四個二十年 出生 一九一千年 十個革命前 但是他很難 他燃到 燃到一個性病 這性病叫做梅毒 他到這梅毒 但是那時候 他們的餘養比較壞 一九二十年 就再見了 現在說一個 家裡 當面上的人 范本良 一九英五年 去日本讀大學 史上上 受到日本 著名的 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 一九二十年 去北京 是去北京台學 讀哲學實科 他叫李宿妮 成立台灣安息 這就是他在 選擁 無政府做一個 這也是一個理念 無政府 泛本良 他認為 一個早餐 贏過十萬本宣傳書 身體力行 要再說一個人 中華人 康乃昌 他叫李宿妮 去上海大學 社會的 上海大學 你知道 校長什麼人 校長余佑任 余佑任 余佑任做給台灣的 考試院長還是 建材院 不知道他在議長 但是那時候 他在上海大學 但是上海大學 其實是 全部訓練 共產黨的大學 社會 他去上海的時候 他去上海 就常常參加遊行 去英國 英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這樣 在遊行 遊行 大家都叫社長余 你站在上海 頭前 因為 這個阿渡阿兵 穿得不怕走 他也很反應 他也站在上海 上海大學看到這位大師 轉說 來來來 我們上海大學 來讀大學 其實社長余 在台灣 是有 國民教育 就是 國民學校有畢業 中學也沒有訓 但是一聲就跳去 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後 沒幾個 所連傳說 這個人材 快點來所連受訓 就去所連 這是社長余的大師 無政府組織 這就是 說 當時 這個社會 有什麼存在 不是說 只有 三民主義 還有共產主義 還有 還有無政府組織 無政府 這是政治哲學思想 這是政治哲學思想 無政府組織 主義 鞍、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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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基本立場是包括 反對政府的一切通知和權威 提倡個人之間的自助關係 關注個體和自由平等 但是它的政治訴求是消除 今日事實上任何獨裁統治 它是一種自由的個體們 我們自願結合互助 自助 反獨裁主義 和和諧社會 的和諧社會 所以 當時的 人們的思想 不是只有 剩一丸而已 還有共產黨 還有無政府主義 還有很多 所以 當時我們台灣人的思想 很豐富 有關 小青年 他幾二十年 去了北京朝陽大學 好 也在東方勞動者 共產主義大學 這是末時科 接著兩年 回來北京 在上海 做次興社 現在說了一個人物 叫做夏文燈 社群那是什麽人 是台中人 一中比較後 去日本的千葉縣的伊藤飛行學校 去做這個Pilot 這個駕駛飛機的飛機機師 一中二空年 背後去參加日本的民進經濟飛行 得到第三名 背後去參加第二名第三名 九個就回到台灣 待在台灣八三遍 台灣人覺得這個人真厲害 所以目的25,000多元 我經常一台新的飛機 叫做台北號送給謝文達 謝文達 這件事 我在六十幾演講的時候 說謝文達 裡面有一個觀眾說 謝文達是他的老伯 他說的 很多事情都對 謝文達是在日本 但是 支持台灣的一些運動 林憲童 有一個人 去東京 他在東京的上空 拿鑽鑽鑽鑽 從他分機的電腦 拿來 這件事 對日本說起來 說 你這樣做不好 所以他就走去 離開日本 走去中國 謝文達 也去中東穿 差一點四季 要稍然在中國 在中國 在軍 做到機場的廠長 做到飛機駕駛員 那軍的飛機員 這就是 小文達 那時候才23、24 這是我們台灣人 第一位可以開飛機的人 他 他的工作是說 在歐斯卡 大阪 和東京之間 就 他 他參加 台灣青年會 他 左寢 我去共產黨 歷任 河南國民軍 航空隊隊長 南昌機場長 廣中航空學校教官 後來參加 討伐李宗仁戰役 飛機失事重傷 但是他兩年以後 他兩年以後 這一堆人 都合照 張森竊 還有一堆人 連文青 本名叫做連水 100九五年到1957年 五七已經是國民黨來台灣了 他響應世界人工語 就是說 你說的話大家都聽不懂 你說中國話 他說日本話 他說美國話 乾脆來一個世界 一個共同的語言 這叫做 世界人工語 希望世界 會超越民族的信仰 達到和平 所以在台灣 寫一個世界 世界五學會 對 當然 當時 統治者 都要來消滅你的語言 但是 他就大力提倡 保護台灣語言 這就是連文青 很少年 因為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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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無產青年 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分子 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在台灣的時候 幾百兩百七十一頓的英國會 成立台北紀海公會 成立台北紀海公會 所以說 退出文化協會 退出政治圈 往歎洲 三七二子 五七人 五七 第一咎 都是大家知道師父 在代曹江 區學的 八七 五四 五四就是六卿公有八七 我五四 本來是怎樣消化 12345的5啦 車是交叉的差啦 因為 開水來給我讓它噴水5條出去 叫做5車 現在叫做57 一久20年 日本建設發見就三名台灣共產黨 對陳來旺 他後來抓去判刑六年 林木孫 林木孫跟小山洋到莫斯科受訓 是南大超頓的人 一久空宿尼出師 林木孫跟理由邦同學 理由邦 理由邦也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在國民黨的時代 都被抓去 一久二十年 參加文化協會 環節活動後 襲擊 新起歸的建設派出所 要去拿取學 林木孫 林木孫跟小山洋到上海 畢業於 莫斯科孫義仙大學 就是中山大學 蘇聯對來蘇聯留學的學生 林木孫的目標是 要把他分寧做左翼革命運動 最重要 要在他母國 建立一個共産主義的組織 所以大家聽到這段來 共産主義的擴張 不是沒道理的 他後面有一個金主 有他的理論 有著進 自己推動 漸漸全世界都在流行共産黨 包括美國也有共産黨 但是要向美國共産黨 另外處理 就是說 定位在這個 因為美國是自由社會 你什麼地方都 學的都沒關係 但是漸漸受到這個人的淘汰 美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夏帥宏本來的名字叫 謝氏安女 在上海創立的台灣共産黨 在上海創立的台灣共産黨 這就是林木孫 這就是林木孫 他們要去蘇聯 受婚禁 在上海遇到上海 這林木孫 這下山風 這就是理由幫 理由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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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舉公勁年 還有一舉公勁年 還有一舉五年 這樣就是 二五十四年 沒有 也沒有五十四年 五零 五年 更去六年 年四十六 台北路州人 路州有一個民進黨的黨員 在選舉前幾個 路州人 在日本時代去中國 進行抗日活動 在國民政府 在日日白色恐怖中遇害了 他也去託黃埔軍校第二期 在孫龍戰的支持下成立台灣動立結明黨 後來又參加工黨台灣學生聯合會 一九二千年 一九二千年 就開始進行清黨 我剛才說 李悠邦全走去杭州秘密活動 一九三二年 到一九三二年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後 才去幫忙 一九三九年 李悠邦成立台灣議員隊 在結構性成立 也有訓練六名的孩子 李悠邦成立台灣議員隊 少年團 李悠邦做隊長 他要說 他要說 台灣人要自由 獨立 也要親自中國 政策民族改善的同樣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十二月初八 這就已經 已經 事情結束了 他回到台灣 李悠邦 帶台灣議員隊回到台灣 檢林三民主義青年團 的主任 受到國民黨的檢視 一九四六年 就是 多一年之後 中間之後 多一年 台灣議員隊 向中華民國說 你要強制解散 李悠邦 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 台灣分團的主任 一九四七年 二二八 之後 陳友邦 被陳友 通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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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後鼓動暴動 抓去南京 全三個月 要求 但先去救回來 他救五二年 因為匪提案 死給他 向處罰 這就是 你如果一旦參加過 共產黨 就絕對沒有要幫你 簡簡單簡單 讓你刷 沒有要給你刷 李悠邦就是這樣死去 當時 林木孫跟社群 創立台灣共產黨 林木孫 將台灣民族 現在就是奔透台灣人 叫做台灣民族 台灣極命 台灣獨立 這是三大主張 這是三大主張 所以現在 有很多台宮 不是台宮 台灣獨立的祖政 你要說服 很困難 因為他過去 一百年來 都在追求台灣獨立 你現在叫他 不要用台灣獨立的名字 一聲要收解給他 沒那麼簡單 夏娃宏 謝氏阿女 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夏婦英 中華人 因為老母是賣神以葬 作為張宿民的妾 就是 小山 帶他去日本 去中國 十九歲 頭一邊到中國 要結婚就是要有人犧牲 要看到 看著 學上的戰士鮮血 所以更名 小山 這就是小山 小山 小山 要去二禮拜後 他做一個 三百人的團體 跟國民黨 三萬人相近 走去保利的山頂 三百人賺三萬人 賺我國際 他覺得這樣沒辦法 準備再走去中國 中國 對於 表面上也不錯 可以做人大會的代表 但是 其實對處理沒有 並不好 所以要去四個地方 中國 當時中國 很不安定 參加街頭活動 五四運動 五七五九國子日 有什麼慘難 發生很多 但是他的基緣 大部分人的運動 第一 歷空年代 這是十分前衛的 大家都很欣賞他 一九二五年 八個 加一中國 中共 共產 青年 團 去上海大學 小學校 在他家 小學校 任睦孫 兩人 派去索連學生 西伯利亞 鐵道工 要坐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西伯利亞火車到達莫斯科 差不多要坐那麼久 大家那時候 那時候開得慢 夏山王一家 東方勞動者 共產主義大學 任睦孫一家 孫義仙大學 但是 他 是去中國人 沒有討論 但是第三國的任意 台灣 雖然是有 台漢民族的 血統關係 但是文化 生活 已經很不一樣 在日本的 市民統治下 將來的任務 是回到台灣 建立共產黨 所以他就轉去日本人班 這個轉去日本人班 這個時候 有宋慶齡 宋慶齡是誰人 宋慶齡就是宋美人的大志 建立共產黨 宋慶齡 宋慶齡 來蘇聯訪問 日本人班的動作 沒有要參加環營會 他們去少許多日本人來爭論 爭論 為此全體 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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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的時間 結論是 結論就是 先進國家的無散解決 應當幫助六號 國家的 比壓迫的人民 跟比壓迫的民族的結明 結明成功的國家 的無散解決 應該要幫助 當地結明的人 民族的民族 這是東方大學的主要任務 帝國主義國家的無散解決 必須幫助 市民隊的人 做民族開放 鬥爭 這講到一大堆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回去 你訪日本人班 日本的共產黨 一定要來幫忙 讓你們可以動立健康 這句話就是這樣 共產主義 他就是在推動這個東西 無散解決的 農民工人 是 結明主要的力量 後來 夏帥宏 回來台灣 將台灣文化協會 跟農民組合 置於台共之下 這個組織有力量 後面還有金錢 這個金錢買到日本的 日共 被日本 檢察 滑解之後 錢到 沒有來 買到就從中國來 小蘇宏 在台灣的時候 只知道自己的痛苦 到日本 他了解台灣人的痛苦 到上海之後 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痛苦 去到莫斯科 他在了解全世界的人的痛苦 這是很有世界觀 他掌握台灣解放運動 發展的中心 這是一位女性台灣革命者誕生的 他掌握台灣 他掌握台灣 臺灣動民組合 他掌握台灣動民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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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常委有一個 檢察 劉鋼 但正在香港 正在香港 他掌握 他掌握台灣動民組合 建立台共新文學領土地位 他掌握台灣動民組合 他掌握台灣動民組合 建立台中区 提安委員會 作戰總本部 下山峰做中指揮 組織二七部隊 和國民黨的部隊 正面對抗 這二禮拜的時候 台灣人 都被國民黨抓去台 只剩下山峰 自己組織起來 對抗 只剩下山峰 二七部隊 什麼叫二七部隊 這是 剩下山峰 中藝人 蔡鐵城 領土的組織 那時候 三個剩下山峰 剩下山峰 做市民台法的主席 三個剩下山峰 第一次參議會成立後 組織民軍 民軍 攻取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檢察局 台中市憲民隊 台中團 團部 三個剩下 組織二七部隊 中藝人 擔任部隊 部隊隊長 最大剩下山峰 每次進行 就是 四個剩下山峰 四個剩下山峰 一步 要跟國民黨 那時候 也要去國民黨 一起去各地 和國民黨 各地下山峰 四個剩下山峰 四個剩下山峰 二七部隊長 因为228本来是2个27 是一个月份的事件 228一连串的示威产生冲突 27部队在加南去台湾自治联军 在台湾中部会苏 国民党的军队21-23-22来台湾 当时已经全盘控制台湾自治区 政军事机关的理事部队 抵抗保障 在国民党在前 其中有一个政局叫欧云兰治医 欧云兰现在有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里还有 就在保障的旁 国民党的军队21世 第二个200人最忙 但是 但是 这个时候原住民不来继续建政 所以弹药不足 三个十六就一次散 这是台湾中部地区有27部队 武装抵抗牵制吸引国军进入散区 所以让台湾中部地区得以逃过 国民党军大规模的滥杀平民的城市 所以夏萨宏他把部队调到部里 就引起国民党的军队带他去部里 在部里所建 国民党的军队死200人 这是那个时候的商品 台湾青年 那怎么称是这样 下这个称 英语是对的 台湾的样子 这是保利的地区 现在说到台北的城市 台北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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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的防控道政 一九二十年 二十年 一九二十年 一九十九 台北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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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hinson 台北的一項人 有去學校退學 退學人 身體也有一項人 台中也有一項人 台南也有人 高雄也有人 這些人去日本政府退學 各種學生的運動 學生的運動 台中相約 台南自宛 台北相港學院 還有台中一項 台中一項 這個學校比較多 普通台北一項 就是建中 日本人在退學 台中一項 是台灣人在退學 台中一項要建立的時候 是叫林憲東 來做一項 林憲東做一項 台中一項 日本人一項的名字給你付 所以日本人去退台中二項 這項 這些學生的抗爭運動 背後 中一項人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發揮其影響力 林憲東 一項人 一項二項人 一項二二年 從公學人去台北四方 和林憲東 因為去襲擊警察 襲擊警察 警察派事所遭到退學 林憲東 離去台灣 黃埔軍校第二期 得孫文廖仲海 在鄉主成立 台灣獨立結婚軍 當任黨主席 這項是李宇邦 這項是李宇邦 這都有過去的事實 的事實 我們一個一個就聽他講 台灣少年團 這大概在庚當 李宇邦 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宇邦 李宇邦 這些老酒的立家 就是李宇邦的後代 老酒的故鄉 的房子 就是這間 古早的房子 後面新大樓去那裡 不是 這是 這幾個都在介紹人 林隊 台北市員 在 讀日本台 在東京的時候加入 社會客家研究所 沒有 他叫李宇邦 他叫李宇邦 陳來往陳天靜 謝人成立 台灣共產黨 擔心特別之母 好 來到台灣 跟小山洋 協助台灣農民 跟文化協會 進行共產主義化運動 就是 文化協會 文化協會 和農民組合 都受到共產黨的簽集了 另外一個人 就是 糞本糧 他說 一顆炸彈 贏到十萬分的宣傳書 新安社就是 台灣民眾 如果要維持 性存 一定要把日本人 驅逐不可 要驅逐日本 除了採取 暴動的革命方法 其他 無別的 無別的路 要不斷進行暗殺 重複推行暴動 以其台灣民眾 革命成功 以生命為賭注 打破一切權力 推翻 有所不自然的制度 這就是 中國暴力行動 要來推翻 但是現在 這個社會 中國暴力行動 不成功 當時的組織 只看這個地步就知道了 社會問題 研究會 台北青年 台北青年 武政府主義戲劇運動 台灣勞動 副助社 還有一個 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原本在台北 一中的小折衣 在冬天的時候 接觸到 到冬天黑色青年聯盟 他們在做這個 武政府主義 一久二六年 從冬天回來的台北 聯絡台北青年 王萬敵 上面 在台北成立 台灣黑色青年 黑色青年聯盟 他們認為 只要直接行動 我們能獲得 人性解放的唯一手段 暴力暗殺為 最完善的革命手段 這跟我們 你注意看 這都不會成功 這些都不成功 但是說得很好聽 只有我們林志森博士 他用筆 筆 就跟這個 台灣的人 買輸給我 拿到最早前來 以前的失敗 外長 他要拚 拚不贏 這個王萬敵 台北大長的人 他叫空空年師 他在台北大長 就是國民學校 之後 加入文化協會 他叫二七年去中國 出入武漢水塔後 加入中國共產黨 轉籍台灣共產黨 就是說 他在中國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是 這次 他轉來台灣 變成台灣共產黨 變成台灣共產黨 右一賴河 這個賴河 左二 這個王敏川 台灣 台灣文化協會轉向 讓這個 這個 轉向 轉去 消費主義去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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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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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個工具 高級 提的是 文化協會 都沒說 他這個製造 去變成雙琴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是變成雙琴的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進行的順利 所以我們現在看過過期 台灣人的努力 如果知道我們現在的努力 我記得必須上說 你不要做革命先烈 我們做革命先行者 這是很大的改變 你看過過期 過期這些都失敗 那我怎麼會想說 這個文化的協會有三個順利 裡面就說創白會 他們是民族主義牌 就是說台灣民族 金尾水 石煥廠 全民主義牌 連文青 王冰川是社會主義牌 社會主義就是共產的 共產主義就對了 所以它有三個牌 所以走三條路 這個連文青和王冰川 站在無散階級的立場 和浪民組合組織 來推行街市鬥爭 爭取台灣民族解放 金尾水 當時就呼籲 同胞虛弩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利器 是我們求幸福脫苦苦難的門禁 這現在來看他在說的 他叫李龍年在說的 李這頓要100年了 現在2013嘛 國際十幾年就是100年了 所以當時在說的 現在也可以再來做 我們現在的祭祷了 同胞虛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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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派黨中央有一個人 以前人的名字我就不用念了 文化協會 實際上為資産改革的文化取門團體開始 變成武産改革的師匠取門團體 這就是文化協會當時做立的時候 任憲黨出錢出力 但是後來就走去共産主義派去 鄭四川 一九孔五年出生去教育人 再到中國去學問集美中學 要補上學問大學參加示威遊行 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受到日本的建材鑑斥 上海台學中文的輸家反台灣的時候 作為演講會的辯士 希望領下去全國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千年 那一年日本軍已經入侵 入侵中國了 某日在漢口街上 要經常住一家 要買一家住一家 他店主不想太多 他是給中國人說 拯救淪獻區 中國人之活菩薩 他救五一年 在台灣 國民黨抓起來 他莫須有的罪名拘捕 在工具裡面 經過五年 這個好像是 要做丁丁美術的董事長 不斷協會 早期到後期 差很多 社會主義派的連文青 王冰川 掌握到文化協會的領導管 他總理任期未滿理由 老林片董 留任中央委員 將民眾從無意識轉化為有意識 他的手段是用茶話會 讀書會、討論會 來把這個事頌團出去 中文水 本來是在台灣文化協會 他看都不做 他本來在一九二九年 成立文化公司 成立文化協會 一九二七年 成立台灣民眾黨 這是台灣頭一個政黨 在日本時代 一九二七年就失禮了 他用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口號 來解讀內部的紛爭 這是一九二九年已經取消 立文化協會 第一次全都代表大會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開會 在台中市 出席的人有171人 統計制定會章、會旗、會歌 取消 旧文化協會 向總督府所提的 台灣文化協會 不干預政治的誓約 他就說 我現在要開始干預到政治 過去說沒有干預政治 現在說我賠 他當初的宣言說 覺醒吧 奮起吧 我等台灣民眾 台灣社會已經具備了 我等運動能夠迅速進展的必然條件 已開脫了寬廣的戰場 使我等能朝激烈的鬥爭 進軍喇叭久以響亮 在我等的耳朵裡前進前進 台灣文化協會 勇為台灣民眾 即農工小商人 小資產階級的後盾的戰鬥團體 新文化協會 積極在宣度 社會主義 將海外的留學生組織起來 利用回台灣的時候 做巡迴演講隊 這個演講會 在1927年 一年就開 2007在一邊 講員有1611人 聽眾有25萬人 每次的演講都攻擊日本殖民地的政策 引起大家團結起來 向日本殖民地主義鬥爭 有5991邊 給警察動的 不可以演講 給命令解散開會的 有42邊 所以演講會變成聽眾的 會越來越團結 本來是 本來是 演講會 你就去演講 我不一定要去聽 現在 警察來感謝 我幾個都不想去 或是要中斷 不知道 為了現在的事情 要中斷 一定是想到這個 統治者 會統治台灣的 新設市 在媽祖經 在1927年 在1923年 舉行 反對土地 跟產業政策大會 警察來抓人 然後 一起開一個 糾談警察證 警察證 證談 演講會 還給警察 解散 三百多人 聽眾 轉勤酒樓 警察 再抓人 抓一百公告的 秘密審判 有七十一類的人 有期徒刑 就是 但是 那時候的 那個廚房 也不動 那時候的廚房 是幾個禮拜 幾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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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王冰川 村的人 是 左翼人士 一九二十四年的 紅山 李林 做農民運動的 李英章 間隔 走行 不就順 成立後 因為基本立場 就是站在 路上 改進 農民台中的利益 做出發點 真是有人反映 到新文化協會成立後 兩個都更密切 一九二七年 成立台北去海公會 選團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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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二七年 全都會有 五十遍體 觀眾 答一萬八千的人 當時發生一個 叫做 台南廢棄墓園的事件 紀念 江湖天宏登基 和 大南門外的 十九家的公務 費得 改建中和運動場 和 居民反對 日本官方集合了 御用聲勢開會 會中表決 終止廢墓計畫 為下台階 來消除重份 他叫二百年六月十二 在台南酒 開一個台南酒 協議會 但是 一些御用協調協議會 會員 沒有 抗過台灣人的利益 為自己的決定 意義討好日本人 跟我們成為日本人的打手 台灣文化協議會 第二次代表台會 在新地 台南的事情發生 日本建設拿到機會 跟文化協議會的領土幹部 一網打進 文化協議會 中央就沒有人 成立的時候 有1,33人 但是到了1927 剩677人 在1927年 當前的任務 對文化協議有規定 目前必得利用台灣文化協議會 跟組織組成黨活動的廣大舞台 讓青年先進分子加入該會 促使群眾酌情化 這樣把文化協議會變成革命聯合戰線的中心 並在一定時間內再把它擴大為大眾黨的組織 這就是共産黨 他擱起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取得領導權之後 要怎樣 酌勤 一九二半年 零日高 雙春火跟小薩紅 做台灣共産黨中央 這個就是三人黨中央 三人黨中央 現在來討論台灣文化協議會 來保管理的更換 開創期 是林憲東創部會 軍委稅 為一九二一年 十個十七 還有一九二七年 一會找你 這是開創期五五年兩國的 後期 就是林憲東王敏川主導 有兩年十一國月 還算下去 王敏川做台灣共産黨中央主導 因為一九三一年三個開始 因為台灣共産黨遭受大逮捕而停止活動 停止 中規消失 這一年四國月 所以台共時間去掌握到文化協會 一年四國月 這個開創時間 有五年兩國月 這是小山峰 一九二一年 這個國際共産黨 成立東方局 在上海 日本共産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時候 就是日本愛衛條件中國台灣和副業島撤出軍隊 東方問題的綱領上強調 殖民地母國無產階級 需支持殖民地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第三國際有統一的理論 其目標是推翻現狀奪取國家政權為任務 各國對第三國際的決議 各國對第三國際的決議 就無須無條件來接受執行 這個說到中國共産黨 這個後話再來說 今天說到吃了感謝各位 請起立 друзья 請 Kaiser méd use 請 由 相承 您 真正的好玩 请个偶尾来听 多谢